98新闻台 FN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任期 明年2月会到期 彭博社报导说 联总会任命的主要影响人之一 是谁呢 是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也是前联总会主席 因为叶伦很满意鲍尔 所以说鲍尔续任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那叶伦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人呢 大家都知道财政部长这个位置有多重要 而且还记得拜登刚当选之后 马上任命了 而且是毫无悬念任命的内阁官员 第一人就是叶伦 可见这个叶伦有多么大的 在拜登前面的影响力 所以叶伦只要讲 他讲说我要鲍尔的话 那就大概就是鲍尔 所以看起来鲍尔应该是 连任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续任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另外陈欣 Morningstar警告说美股的估值过高 预测美国今年的通膨会升到3%左右 那陈欣也是一个重要的投资评比机构 他是说美国的估值 现在目前看起来 较供应价值高4%左右 高4%左右 那他是建议大家把握护尘合的股票了 就是用一些大型蓝筹股就对了 那至于说美元指数最近很强势 我们刚刚讲台币今天见到28字头 美元指数已经创三个月的新高了 因为美国联准会在美国的周三 公布出来最新的会议纪要 暗示秋天有可能会做QE的缩减 就是QE taper 这个消息促使了美元的走高 那至于美元的 美国的美元走高的同时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率 却是直直落 居然掉到1.3了 灌破1.3 出现了四个月的新机 这个是跌破很多市场眼镜的 那殖利率跌的因素很多 这个市场在说 为什么殖利率最近一直跌呢 就代表说资金一直进去到债券市场 因为我们知道殖利率下跌 代表债券价格的上涨 它是一个反向的 那殖利率掉到四个月的新机 代表债券价格创了四个月的新高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市场观察几个因素 第一个有可能 是市场认为复苏 经济复苏的力道即将见顶 最近蛮多经济数据疲弱的 尤其是美国周三公布出来的 ICM的制造 这个服务业指数 非常不如预期 是只有下降到只有60 这个比预期来的差 应该讲周二公布出来的 ICM的服务业指数 从64 前一个月的64 就6月 从5月的64 调到60.1 这个数据呢 让市场有点担忧 另外呢 就Delta病毒可能带来的阴影 都让年初受欢迎的 所谓通货再膨胀的交易失色了 所以最近美国的原物料型的股票 跌势也很重 那是不是美国真的是经济见顶了呢 最近的经济数据 值得关注 另外Delta的问题 通货再膨胀的交易的反思 还有联准会的立场 举在上线即将来到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值得讨论的议题 我们赶快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副总经理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 邓副总你也每天在观察 美国的公债市场的情况 那最近十年期国债值率 不升反降 这个其实蛮诡异的 而且是跌破1.3 是 这个您观察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之前在 我记得年初的时候 那一块 十年再期其实冲非常快 冲了1.7以上 那1.7以上冲太快 就那个地方其实有 做了一些空单 那空单后来 破1.4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回补的 那这次一波 等于是你空单回补 是定在1.4 换句话说你破1.4 有一些停损单 就蜂涌而出 我觉得受到这个市场的影响 因为大家也没想到 短期的这个资金 当然资金非常多 没想到这个钱 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等于是大家蜂涌而出 那蜂涌而出之后 就打下去 但问题是 大家关注的 其实还是在联总会 联总会的一个会议记录 因为会议记录 这样看的话 就是刚刚主任有提到 就是说 是不是秋天 是不是有可能会动 但一般来讲 就是联总会 一般公认 他的报告出来之后 反而是 他的实行工在直席 稍微往上走一点点 等于就是有一些官员 觉得说 经济复苏是比较快 但是还是在复苏道上 所以呢 尽管通膨上升 超过联总会预期 但是目前的趋势 是暂时的 所以他没有发出警报 等于是说 大多数官员觉得说 还没有达到 tapering的一个标准 但他等于一定要开始 他动作做得非常慢 等于要开始去讨论一个 审慎的计划 不要仓促行事 等于就是 所谓的就是 所谓的 所有的转变都要做法 冲冲准备 所以是这样 大家看起来 你如果是BAU的话 不会立刻让市场 非常的 好像非常进一步的 一个紧张 因为市场有时候 他就是 因为他的一个 密集的一个交易 有时候 他拥挤的时候 有时候 就一下子就会 因为类似那种 多啥多 那等于是一个 range trading 他跌破之后 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停损 那如果我们就看 这个趋势 如果说你1.3 当初他1.4破 如果一直不断的 往1.3测 而且甚至 深度跌破1.3 我这趋势就有点 怪怪的 比如说如果你像INF 这几天 其实也来讲 他说通膨的一个趋势 其实全球通膨趋势 是往上走 螺旋性往上升 如果说这样看的话 那就跟那个趋势 是不一致 中期的这个预估不一致 所以看起来的话 短期比较像是 市场的一个反应 那如果这样去看的话 年底前有可能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说是 如果说原来的一个 reflection的一个交易 是这么的拥挤 等于大家都堵 通膨会喷上去 那太拥挤了 因为那块的交易 现在变得有点降温的话 是不是又回到一个 金法女孩的一个状态 金法女孩经济就是说 经济比较温吞一点 不要那么强 不要过度太强 然后另外一点利率 不要真的在短期之内 喷上去 等于你买到一定的一个时间 在未来一到两季度 那是不是进入又进入 又回到一个金法女孩的一个状态 反而会对股票的一个投资 反而变成是坏事 所以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完蛋了 就是太热了 太热了 那领导会很快开始启动 神喜 您刚刚讲说 美国十年去国外职日 您观察到就跌到1.3这个位置 主要是在这个交易面上面 那另外市场concern 就是说经济是不是复苏见顶 您觉得呢 是不是真的 从这个最近公布出来 ISM的6月份的福业的PMI 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吗 我觉得 还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已 它并不是一个 我觉得的确市场有在担这个心 因为就是 它怕就是经济现在冲太快 然后你的确你反映出 有一个风险偏好指标 那RII其实是有点从高位降下来 等于就是说 大多数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的话 等于就是大家会担心 就是相对来讲 股票的估值相对比较高 等于就是 如果我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 我现在在股市的高位 我应该要做一点空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 但是你要不要大举放空 不见得是划算的 因为其实基本上的话 市场之前是担忧政策性的一个转换 所以大举密集交易在通膨交易 那现在那个东西 它的一个密集度现在下降了 换句话说回来 可能是面临的未来 有可能是一个区间式的一个整理 不管是利率也是区间 股市其实也是区间的一个整理 换句话说你碰到高位的时候 可能你不一点空单 你成功的机会比较高 还有一点你也可以从市场的比较 稍微相对来讲 股指比较低的一个方向去看 所以现在价值股非常划算 相对来讲 跟这个成长股比较起来的话 成长股的一个风险 等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Range Trading 它可能就不见得有最好的一个表现 相对而言 那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市场一直在变 它那个行业的转换 就是说你要做什么行业股票 或是风格的转换 它变得现在不是那么一致的 换句话说 你要从不同的风格和行业 里面要获得很大的一个利润 那我觉得也不容易了 换句话说你选股 在股票里面去选证券 债券里面去选债券 不同的一个发行者 不同的公司 其实差别蛮大的 因为你波动假设开始 有可能你看之前大家担心 你要升息 那波动会不会大增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是进入了Goldilocks 一个情况 这是短期的Goldilocks 那波动开始相对稳定的话 你这种去压保那种成长 或是周期性的这种交易 其实你的风险反而会变高 你变得更大的选择性 话就要说用白话文来讲 选股选券变得更重要的话 其实这个操作 其实会变难度变更高 相对来讲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进亚股都在创历史新高 比如说微软创历史新高 脸书 然后亚马逊 以及苹果也快要创新高 就是接近145块钱的历史最高的股价 也差不太多 您刚刚讲说成长型的股票 相对感觉起来 现在目前风险比较大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多方脚步是持续在进行 除了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今天美股盘前 他们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之外 其实还是在一个创新高的过程 比如说亚马逊跟苹果在美股的周三还是继续上涨 那到底现阶段我们该投资什么 等一下下一个这个段落 回到节目现场 邓总会从这个高盛的报告告诉我们 从华尔街的角度来看 下半年投资的方向是什么 此外 这个Delta的病毒会不会是对于美国 甚至欧洲经济的复苏造成影响 现在目前看起来市场的担心似乎是越来越高 美国疾病管理管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模型显示 截至到7月3号的两周内 有51.7%的病例 跟首次在印度发现的Delta变种病毒有关 就美国有超过五成 显示这个病毒已经成为美国新冠疫情的主要病毒 那首次在英国发现的Alpha病毒 先前一度是美国主要病毒 但现在目前病例已经下降到28.7% 换言之就是被Delta给取代了 这个数据是CDC从去年12月20号以来 收集基因监测的序列的结果 推断出两周内在美国常见的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毒谱系列的比较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几个原因 就是说最近大家担心经济的问题 服务业的问题 也跟这个病毒其实新的这个Delta病毒 在欧美越来越明显的占比升高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原因还蛮错终复杂的 那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错终复杂的情况之下 下半年我们该怎么投资 那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邓副总会拿 邓副总您今天是带来高盛的这篇报告 对吧 是是是 好那高盛这篇报告 我们就请邓副总等一下来告诉我们 下半年全球投资 资产投资的机会在哪里 这篇报告 报告其实蛮大篇的 那我们请邓副总简烈的来 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 不过这个方向性应该蛮明确的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电子盘 明显下跌 所以台子期已经跌掉了150几点 这个现在来到17660多点 667点668点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个股市有一波一番的这个波动 现在目前看到台子期的盘后跌幅 已经是趋近0.9% 那美国三大棋子的跌幅 也都差不多有在1%左右 我们看到苹果现在目前盘前跌了1.8% 亚马逊跌了1.5% 都明显下错 靖亚股现在目前盘前可以讲说是全倒 这个微软也跌了1.15%的幅度 此外钢铁股跌更凶 美国钢铁现在盘前跌了4% 克里夫兰自然资源跌了4.8% 将近5% 这个形成了这种持值比较小的股票 跌是更重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跟我们刚刚讲说 美国十年级国外殖利率跌到1.3% 以及这个Delta病毒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这个QE taper 这个都有关系 那至于说这些面向下面 高盛是怎么看今年下半年的策略跟方向 我们继续请教红利投资策略部的邓胜明副总经理 邓副总高盛这边报告的主要重点在哪里 他几个重点大概四到五个重点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他建议加码股票和商品 然后公司在中立 然后政府公司在还是比较偏空 因为他觉得就是增长的高峰 他觉得已经 他就是呼应您刚刚的说法 他觉得增长高峰感觉有点 还有流动性的高峰也都 也都有点来临或是过去了 他觉得就是最近这阵就是流动性 不管是流动性的高峰增长高峰过 所以宏观的背景不是非常非常支持风险资产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目前他风险偏好指标 也从高位下降 你看呼应那个增长高峰 还有那个流动性的高峰 那市场流动性其实提供过去几年 多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他觉得风险资产还是正报酬 可是回报率会下降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他觉得美国联总会的观点 其实之前是很鹰派嘛 对不对 但是他的未来看法不见得会真的一直这么赢 就是说如果宏观数据掉下来的话 他觉得就是他可能会对这个东西会呼应 他会对宏观数据会非常非常敏感 换句话利率的一个走势 会宏观数据好 那个对股票来讲好消息可能会变坏消息 之前好消息是好消息 那现在可能会变坏消息 但问题是债券来讲的话 其实看这个事情是其实不太一样 好消息就好消息 坏消息就坏消息 所以货币政策不确定增加 你通膨水准如果居高不下 你这种链动性股票连动性 短期内还是正相关 再过来就是他觉得就是 下半年的一个增长还是不错 但是他觉得就是说 你现在这种如果说是走区间破洞 刚刚前面讲市场套利会去做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利率假设没那么充那么快的话 可能会是不是会类似四五月份那个时候 金阀女孩经济那个时期 相对来讲他觉得也不是这么的悲观 他觉得区间操作是可以做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增长的冲击如果来自于COVID-19造成经济消息 高盛还有另外一个报告 他有讲到其实那个美国的经济解封0到10 到上个月的时候 你知道最近又回到7了 好像有点逗退路的感觉 就是说你这个风险如果说看起来 就是你在高档放空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 因为你很多交易其实相对来讲 就是因为之前太密集在风险资产 所以他觉得你现在去放一点空气是对 可以对冲一些很重的风险 另外就是说你信贷来讲 利差的缩减空间有限 然后股票他觉得可以逢低做 所以区间破洞去做就对了 等于就是说你在高的地方你去抛售 这种交易一般来讲 你要输的一个几率不是太高 所以总结来讲 他其实就是加码股票和商品 公司在中立这么公在 他真的是偏的比较空 而且他这个看法是 逆距离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的一个期限 他还是对股票看多的相对而言 那加码商品是什么商品 他有明确的说吗 有他其实基本上商品的部分 他比较看铜的部分 他是看一万一 高盛一项是铜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非常偏多 但他今年 黑金 代替黑金的这个战略 就是他讲的 他是一个多头的总势力 但他今年比较有趣就是 他在这个时间点 黄金的部分稍微压了一些些 我看之前他比较少看多黄金 但是最近这阵他黄金稍微压了一些 所以大宗商品他觉得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 他觉得不会一下子 因为他看他有时候估的话是看 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过了半年 那乘以二那是今年的年率是怎么样 像标普500年率 他的一个上升年率已经高达三成 也就是说虽然十几% 可是乘以二其实今年年率来讲 如果整年都这么强了 对长得蛮多了 他觉得他那个风险其实是你是比较高 那但是三到三个月来讲股票还是 对我们来讲比较有用的资讯 还是对股票加码 这一点的话大家很要去注意这个事 还有就是说他觉得一些价值型的投资 不一定会输给成长型 这个部分他觉得成长价值 现在这种风格投资不是太有效率了 他要去留意这件事情 那他有建议价值型什么股票吗 他没有特别 这个部分我没有看到直接点名拆解 他觉得你选股选债非常非常重要 等于就是说你是价值或是成长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这跟之前几个月的一个发展方向 又变得不太一样 等于你的空间又被进一步限缩 你就要凝出 这个一颗柠檬凝出柠檬汁 一定是里面的一个本质要更好一点 才有机会胜出 OK好 CNBC最新的报道 这个美国十年齐国在殖利率 在美股的周四的清晨 现在目前美东时间六点半 六点将近七点 这个现在目前 十年齐 这个加剧 这就我们刚刚一再讲的 现在目前市场有一个氛围在起来 我就担心经济复苏的步伐 这个现在目前看到一些经济数据 以及国在殖利率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债券市场大幅逆转 在美东上午的六点四十分的时候 美国十年期国在收益率下跌七个基点 到一点二五了 那三十年期国在殖利率跌了八个基点 大跌八个基点到一点八七 这个真的是跌很多 主要担心这个Delta病毒 另外日本宣布东京进入到紧急状态 可能导致观众被禁止 进入到会场观看奥运 那从上周五以来 十年期国在殖利率已经跌了十八个基点 三十年期国在殖利率也下跌到了类似的幅度 这个真的是很明显的 这个短时间的出现距跌 这个当然就是跟我们讲说 整个经济的问题 这个市场的忧虑重新拦起有关 也导致了现在目前的 期货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 所以高盛没有提到 就是说在经济的concent部分 新的Delta病毒对经济的威胁 有他有提到 他说如果说实质利率 当然就是最近十年期再起跌 的速度那么快 相对来讲 如果你的通膨预期还是两个percent以上 其实实质利率快要 其实基本上 其实你实质利率一直往上冲的话 那大部分的资产其实是会有压力的 短期来讲 那钱的话往这个save heaven去走 那他有提到 就是几个循环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 经济的状况 比如说你 你这个债息的部分 是实质利率是 假设是往上升 大部分的情况 其实很多的一个资产 其实是受不了的 那即使是股票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有考验 这个股市在这个 就是这两天出现比较明显的考验 我觉得会 因为实质利息 如果说一直喷上去的话 等于他跟通膨预期 其实不一样 你等于实质利率上去的话 很多东西像 为什么他一直讲到成长股 其实是 不是完全没有压力 因为他对这个利率的敏感度 其实是相当高的 有很多资产其实都会受到考验 如果钱一直往那种 save heaven去 我觉得短期 这个趋势 这个方向 要去关注 因为其实大家一直 之前是 没有那么担心 实质利率 这一波就直接攻上去 大家的看法都是 可能它是一个 缓进的一个方向 缓步调整的一个态势 现在看起来 这个缓步调整的态势 你呼应出来 就是你的资产配置 你不需要这么 急进风的一个 做大幅的一个转变 但是事实上 现在投资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的一个投资工具 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容易 这个make money 所以这是一个压力来源 这也说明了 听众朋友 这也说明 为什么今天香港 日本韩国全面大跌 对 唯独就台股没跌 台股真的是走自己的路 香港 韩国 你看港股跌的多重 另外日本跟韩国 都是跌1% 港股跌幅更大 大陆股市也跌 港股跌了807点 这跌幅快3%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股市跟国际接轨的 非常的密切 所以现在市场是真的有担心 整个经济受到Delta病毒的影响 那东京奥运无关重 疫情升温 东京准备发 第四度发布紧急状态 那 这个 副总您判断 就您的经验判断 现在目前经济出现 受到病毒影响的可能性有多高 几率大概有多高 我觉得就是原本 大家的一个预估 经济预估 都是认为下半年 好像解封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病毒 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能我觉得短期会造成 某种程度的一个回错 我觉得难免的 我觉得难免 那跌下去是买点吗 还是说要减码 我觉得 在高点这个地方 就像高盛刚刚那个说法 我是认同的 就是说 你在高低的地方 你要从高位 针对高成长股 再去大幅加码 我觉得这个 这个做法 可能不是太 不是太合适 等于就是你高的地方 可能你要出一些 那你 事实上市场 现在的估值 其实并不便宜 相对来讲的话 接下来的地方 还有就是之前 估值比较低的 可能价值型的这种股票 甚至防御型的这个标的 可是我觉得 它相对来讲 机会可能会比较大 那你说整个市场 出现一个 剧烈的一个崩盘 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不至于 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崩应该不会 调整下去 应该是有了 现在目前资金 跑到黄金去避险 现在金价大升 而且在急拉 现在目前黄金现货价 已经拉了14块钱 来到1817 我们非常谢谢 邓声明副总经理 今天晚上美股 值得密切关注 谢谢邓声明